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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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 第一次来到福州 来跟大家分享 我祖父的 他的在民国的一些故事 梁树茗 原名梁焕鼎 1893年 出生于北京 安福胡同 大家可以看这张全家福 前排中立者 两个在掏袖子 两手在掏袖子 这一个儿童 那就是我的祖父梁树茗 左右那两个人是他的两个妹妹 他的正上方是他的祖母 他的左上方是他的母亲 在最后排最右手的是他的掌兄梁焕奈 后方穿黑衣者就是他的父亲梁继 梁聚川 梁氏家族是元朝宗氏 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第五个儿子 胡克赤之后 他为什么姓的梁呢 就是在元末 朱元璋打来 梁家这一只到了河南汝阳 古称梁帝 就旧帝姓汉姓 也与汉人通婚 在那里生活 后来又分成两只 一只去了广西 一只去了桂林 所以呢 我们家这只呢 叫广西桂林 这个呢 后来后面我会讲 当时 后来毛泽东在三八年 第一次见到 我祖父的时候 问的第一个问题 梁先生你究竟是 湖南人还是广西人 为什么 就是湖南的梁家 跟这个 毛间接有一段渊源 后面我会讲 梁永明生长在一个官宦人家 她的 因为你看她是广西桂林人 她的曾祖 就仲举已经就到北京做官 然后她的祖父也是 所以呢她出生在北京 但是呢 那这儿她考试呢 都按辖区 都按还是 她向那个科举考试 还是按广西 属于广西桂林这里 她父亲对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其从在童年少年开始 她的父亲对她的教育 我祖父用两字来形容 宽放 是宽放的 但她也深深受她父亲的影响 她父亲是赞成 梁启超那一路的这种立宪 立宪派 所以呢 她也鼓励家里的孩子来参与讨论 也允许孩子去发表意见 他们也彼此争论 但是呢 她的父亲对她的是非常的包容 而且她对她父亲呢 她写下了这么一个文字 我父是一个秉性杜时的人 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 她与我的母亲一样 天生 心底 忠厚 她最不可及处 是意趣超俗 不肯随俗流转 而有一腔热肠 一身峡谷 她的祖父 而且用行为去影响她 当时他们有两个亲戚 就是长辈都突然顽固 孩子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郑天亭 大家知道不知道 她的母亲在去世前 她当时母亲和她的弟弟得了传染病 白猴得了这个病 在去世前就写信叫我祖父 把孩子托付给她 当时那个是传染病 我的曾祖 对不起啊 我的曾祖 就专程从北京跑到天津 把孩子接来 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张耀曾 也是属于他的表弟 也是家里长辈都顽固了 把这个孩子也托付给他 他都是予以关照 所以他在行为上 就是一种担当的 这种榜样 给梁树明都有产生 后来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你看他又说 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 受父亲影响 已至这么一路 上辖认真 不超脱 后来梁树明呢 他那个 虽然他早期他是受立宪派的影响 跟他父亲 还附近的好友的影响 赞成梁启超 后来他又转向了这个共和 他父亲跟他难免有些争执啊 但是呢 并不影响父子的关系 1918年 这个 11月7日 这个 当时梁树明已经在北大做哲学系的讲师了 他父亲 在家里碰到他 就忽然问他一个问题 世界会好吗 梁树明一愣 沉吟了一下 答道 会好的 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 他的父亲回答 能好就好 可是三天后 就在他的 在梁继六十岁生日的前三天 他在北京积水潭 以前叫静夜湖啊 投狐而亡 当时在北京社会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在死之前 用几年的时间 写下了他的遗书 各种各样的文字 其中最重要的是禁告世人书 向大家表明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行为 国性不存 国将不国 必亦我义人熏知 而后让国人共知 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我之死非眷恋旧也 将唤起新也 他的死 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文人默克的关注 徐志摩 梁启超 陶孟和 陈都秀 李大钊 胡适 傅思年等人 都对梁氏之死 都从各个方面都予以一定的肯定 当然 他的死对于人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儿子 梁树明 梁树明说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 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自从先父见辈之日起 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 事实上不容我放松社会问题 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大家看拼命到底 所以后来他在做乡村建设 在做国共和谈 等等的事情的时候 只认真 只拼命 都是受他的父亲的影响 他在童年 少年时间 还一个受影响他最大的人 这张照片就是 他梁继投胡之后 他的好友彭一仲 刚才我说的那个影响他最大的人 就是他的彭一仲 就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彭一仲先生 彭一仲先生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这个待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彭一仲先生当时就给梁继立了这么一个碑 桂林梁聚川先生殉道处 在金水潭的南岸 大家看着紧挨着碑的 在右手紧挨着碑的这个人 后排的那个人就是彭一仲先生 这个碑 66年文革的时候被毁掉了 我现在正在跟北京市相关部门 希望能复建此碑 因为这个碑在当时非常有名 首都图书馆 有这个碑的碑帖 彭一仲先生是 北京报业乃至中国报业的先驱 他祖上是苏州人 家里也是那个官宦人家 他的祖父曾经官至宰府一级 就宰相一级的这么一个大员 后来也是家道中落 就接触到社会 接触到社会 然后他就觉得要通过半报来影响 影响社会 当时他办了三份报纸 《京话日报》《启蒙画报》 《启蒙画报》就是针对儿童的 在当时真的很不容易针对儿童白画的 还是也是彩色的画报 所以这个画报对我祖父童年影响很大 印象深刻 另外一个就是给他带来灾祸的一个报纸 叫《中华报》 后来他也因为这个报纸 发登载袁世凯秘密杀害保皇等人的消息 被查封 发配新疆十年 当时这几家 北京当时有三家 有三类报纸 一类是《官报》 另一类是《阳报》 还一类是《民报》 《民报》的代表者就是彭一仲先生 其他《官报》《阳报》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洋人办的 所以他的报纸是非常民间化的 《京话日报》是一种 当时是一种白画报 他的白画早于胡适先生十几年 他的《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在北京影响之深 大家没有想到 当他被发配新疆时 有数千人为他送行 还有人愿意跟随他去新疆 有读者 可见他的报纸的影响力 彭先生特别说 报馆是蒸的是公理 报纸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 刀放在脖子上也要说 也还是要说 他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他的办报 非常曲折 我经常是被查封被禁 他是二一年去世 他去世以后 我的祖父和他的兄长 还接办这个报纸一年多 所以他童年是少年时期 是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这是彭一众先生当时被发配新疆的时候 英国的泰晤士报 到记者群内里考察 遇到他的一个合影 1912年的时候 孙中山在就任大总统后 由于国库空虚 有一次他批钱 要批十万羊 结果国库告他只有十羊 他跟黄兴一商量没办法 就想跟日本人借钱 当时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 就是孙中山一直认为 满洲不算是中华国土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他就决议把满洲也就是让出去 也有这种这个历史原因 因为他以前是驱逐达辱 恢复中华 他就是把满洲人回到你的那个地方 那地方是你的 给日本人就给日本人了 有这个历史背景 所以这是第二次他这么作为 当然也没有做成 没错日本人还是觉得 袁世凯兵权 财权 他还是看中了他 但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的这些 跟日本财阀勾结的这些情况 因为黄远生是留日的 他在那边很多的关系 他把这些消息进行了披露 虽然捕风捉影 但是孙中山也怀恨在心 所以才下这个指示 把他予以暗杀 这是中国死于第一个死于暗杀的记者 所以孙中山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人 正是由于他的黄远生之死 我祖父感慨人生的 艰难之痛苦 写下了《救援决议论》 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 他这篇文章发表后 发表后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他自己呢 也当时因为他在司法部工作过 他请跟随司法总长出入国会 也结识了教育总长范元莲先生 范元莲先生是什么样 第一任的教育总长是蔡元培先生 范元莲先生是次长 所以他们彼此相熟 我祖父托他引荐蔡元培先生 这是当时他给范元莲先生的信 而且范元莲先生还给专门写了一个名片 这些物件都是蔡家保留了 蔡家保留了 后来提供给我们 而且呢 在去之前 我祖父还给蔡元培先生写信 想去登门拜访 就执这本书 揪元决于论登门拜访 蔡先生呢 是 1916年 8月份 从那个德国回来 范元莲先生向黎元莲大总统 推荐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12月26日 林元莲元莲大总统给他颁布了这个校准委员状 1917年的1月4日 白天 蔡先生第一次到北大直视 当天晚上 我祖父就拿着揪元决议论登门拜访 但是没有想到 蔡先生说 此文我已看过 不错 甚好 我想 这回我来北大 那个哲学门 当时不叫哲学系 哲学门是很重要的 我想请你来出任 印度哲学讲习 就是讲师 当时我祖父 拿此文并没有求职的意思 因为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 还有工作要做 他只是向前辈来请教而已 但是蔡先生说了 你来吧 我觉得你这个 来北大非常好 我祖父也是推辞说 这个印度哲学 有六派 佛学只是一派 我内五派也不是太熟 蔡先生说 你不熟那谁熟 我也找不着别人 就你来吧 我祖父也觉得 他的学识不够啊 那蔡先生说 那你就别 当做来做教书 就当这到这 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就好了 由于蔡先生再三邀请 我祖父也就答应下来 但是又有一个情况 当时他是司法总长的秘书 很重要的基要秘书 他还一时脱不得身 所以呢 就是 跟蔡先生说 那我能不能先请人 带课 蔡先生说 你认课的人就可以啊 所以他就推荐了许丹 许吉尚先生 来带他来讲课 所以许吉尚先生带了一个学期 正好这阵 张勋又闹复辟 这个这个 当然这个共和这一派 这些人就各自四散了 所以呢 我祖父也就回家了 回家了正好在家 在家呢 当时他也没想去北大教书 他呢 一心向佛 就是看到这个社会的这种动荡 包括他的好朋友 这个黄远生之死 对他的人生的影响 他想出家当和尚 到了湖南 想去出家当和尚 可是呢正好湖南那阵啊 闹兵祸兵乱 生灵涂炭 他感慨万分 所以呢 他就是回来 他要组织国民西兵会 要要要 要大家反对内战 所以他回到北京 来干这个事情 同时也写下一篇那个小文章 叫戊草不出如苍生河 号召大家起来 而且这个当时在这个国民西兵会运动呢 也得到了李大钊同志的这个支持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 许丹许基上先生替他代课一学期以后啊 突然得重病 第二个学期不能来了 蔡先生就给他写信 说这不行啊 说这不能空着 你得来 正好呢 他正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空档 所以呢 梁树明是1917年1月4号受邀交北大 他是19 实际上到北大去交课呢 是1917年的12月5日 因为这个北大的 有个日报日刊 现在保存的还很好 登就是登出来 这一天 这一天梁树明来北大教课了 在去北大教课之前 他也应该办些手续啊 去跟文科学长啊 跟校长打个报道 这个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去了蔡先生的校长办公室 当时呢 有陈独秀先生 他是文科学长啊 寒暄过后 我祖父说啊 我此来北大 就是替世家和孔子说个明白 不做旁的事情 大家要知道 那就是1917年啊 新文化运动已经在1915年啊 陈独秀先生串办青年啊 青年报 就是新青年报 新青年啊 以前可能叫青年杂志 后来改名新青年 这时候已经开始 16年17年 批孔浪潮已经风起云涌 在那种条件下 一个小小年青啊 跟校长跟文科学长跟前辈们 就说我就是要替世家和孔子说个明白 不做旁的事情 可见蔡先生的包容啊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所以当时新派旧派 巨龙北大 也有赖于蔡先生 新文化运动 虽然蔡先生没有深入其中 但是没有蔡先生 可能就没有在北京的这个 新文化运动的这个浪潮 这是他在北大执教的照片啊 《旅言决议论》呢 他得到了蔡先生的青睐 受教北大啊 此文他也认识了前辈大家 林志军 林仔平先生 梁启超先生 蒋百里的先生 林仔平先生是咱们福建人 这个他是前辈大家 他刚才我跟大家说到嘛 这个他是黄远生的好友 后来黄远生过去以后 他所有的文字 林仔平先生整理出版为 远生一著 林仔平先生可能名气不如 梁启超先生大 但是我要说 梁启超先生的引兵史合集 梁启超身后所有的文字著述 都交给了林仔平先生 由林仔平先生给编撰 他还通过此文也结识了熊施李先生 行为终身的挚友 林仔平先生呢 是哲学家和法学家 他也是留日的 所以大家看中国近现代史 很多大人物 都跟日本有很深深的关联 陈独秀李大钊 张世钊 张太炎 孙中山 等等等等 希望有些人能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我祖父 我祖父对林仔平先生的评价非常高 力深高洁 是我忠心尊敬英福的一位长者 因为他长我祖父十五岁 因为这个 林先生跟黄远生是好朋友 所以 《救援决论》发表以后 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看到此文以后 他 林先生也是学法学的 当时 也在司法部工作过 就通过司法部的旧同事 代为引荐 主动 结识了 我祖父 他 因为他长十五岁 都已经是长一代人了 更重要的是 梁启超 和 蒋白李先生 很多 著名的学者 都是 林志军先生 林奈平先生 推荐的 我祖父回忆 1920年 家里的那个胡同 突然喧闹起来 我祖父一看 推门看 一辆小汽车 停到了这个胡同口 因为那个时代 大家要知道 1920年 一辆汽车 小轿车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胡同的孩子们 就欢呼雀跃了 大家看热闹 大家 不光孩子 大人也出来看热闹 哎 从车里走下谁 林哉平先生 啊 蒋白李先生 梁启超先生 还有 这个 梁启超的 长子梁思成 这四个人 林哉平先生 长我祖父十五岁 蒋白李先生 长我祖父十一岁 梁启超先生 长我祖父二十岁 梁思成 小八岁 你看 当时梁思成 还是一个青年 大概十八九岁 刚去国外留学回来 方家回来可能 来来 跟着他父亲来来来来看 我祖父当时 真是给惊着了 没有想到这么多前辈来 主动的来拜访他 尤其是梁启超先生 因为梁启超先生 是立宪派 立宪派 我的曾祖是受他的影响 进而也印象到我的祖父 我的曾祖父当时四次登门拜访 没有见到 梁启超先生 两次投书 未回 所以他在这个仪笔中提到这个事情 但他对启超先生也没有怨言 对任公没有怨言 后来梁启超看过 我祖父特别把相关的文字 给梁启超看 梁启超看过以后痛哭流涕 绝对辜负了我的曾祖 做了一个深深的检讨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我祖父虽然仰慕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先生对他影响那么大 有多大呢 我给大家讲 当时梁启超也是流亡日本 他办的报 办的一些杂志 传到海内 就是传到国内 都是和丁本 我祖父买下来 有五六百万字之句 我祖父是这么写的 爱不释手 有时候甚至于拿它当作枕头 要枕在 头下 就这么一个他仰慕的大家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拿这个 这个文章去请教呢 就是源于他的父亲 跟这个梁启超这个 这个关系 当时四次登文 两次投书都没有结果 他想我去不是一样吗 但是他恰恰他没想到 任公主动登文来了 所以他后来就跟这个梁启超 梁胜公啊 就经常晚来 后来他离开北大 梁胜公在这个清华主持清华国学院 大家都知道清华国学院三大名师 梁启超 王国伟 赵元润 还有一个四大 还有陈英雀 他也请我祖父那去教课 我祖父对任公的评价是 总论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工 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了新潮流 撼动全国人心 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他对梁先生 对任公他是 评价是非常高的 蒋白李先生呢 是梁任公的学生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我提一个人 他的女婿 钱学森 钱学森一生敬佩两个人 一是周恩来总理 二是就是他的乐仗 蒋白李先生 这是钱学森亲口说的 蒋白李先生 早年也是刘日 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当时 每年毕业的前六名 能得到天皇佩剑 他跟蔡厄同在那里读书 他是第一名 蔡厄是第二名 都得到了天皇佩剑 后来他回国出任保定军校 就是陆军大学的前身 这校长 跟陆军部发生矛盾 他觉得愧对全校官兵 召集大家开会 拔枪自杀 他的副官 挡了一下 还是受伤 袁世凯立刻派 日本的军医 日本的医生和日本的护士 照料他 在这照料过程中 蒋百里先生 跟日本护士 日久生情 他要迎娶这位女士 做灯屋子 但这位女士说 他不能轻易的英语 得到家里的同意 蒋先生 蒋先生立刻就跟他去日本 求婚 迎娶了佐藤屋子 后来蒋先生也给他 改了一个中国国名字 叫蒋佐梅 他为蒋先生 一共生下了五个女儿 蒋英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嫁给了钱学森 蒋先生虽然是军人 但是他从没有打过仗 却官制中将 最后中非文上将 他是中国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 他最重要的文章是国防论 他早就预言中日要有一仗 而且要打的时间持久 有人认为他是早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或者说毛泽东对他有所借鉴 熊先生也是一个奇人 奇怪的奇 他也是自学成才的大家 他的学历比我祖父还要低 连小学都没有读完 是放牛娃 但是就是爱看书 从小就爱看书 上过几年私塾而已 当时他父亲临死 建议他去学门手艺 好生存 熊先生没有 他觉得他就是要读书 而且呢 熊先生在很小的时候就心高气二 心高气傲 熊心勃勃 人们问他将来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脱口而出陆九渊的诗语 举头天万万 无我这般人 可见当时他的气魄 好 而且熊先生人生也是非常阅历 非常奇 经理奇特 放过牛 当过兵 心爱革命的时候他那边在那当兵 也是航武出身 而且熊先生这个人呢非常的豪放 探讨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是大声争论 然后大笑 而且争论的过程中 有时候争不过 他可能打你两三拳 转身就走 但是第二天以后呢 就仿佛这个事没了 所以我祖父说他 每每他来的时候 因为当时熊先生爱站着说话 那我祖父说我就得陪着他站 站着说 说一通 我祖父也觉得困倦了 他一挥手 走了就 第二天又来 后来他在北大教书的时候 过程中 他写那个《心为师论》 跟当时一个著名的作家费明 就这个探讨 因为他熊先生对佛法还是不太认可 费明呢 他是个居士 他们俩经常争执 然后前幕有一天 就听他们争争争 没事了 说怎么回事啊 就没事了 再一看他们俩在地上 互相掐着脖子 那这是较劲呢 但是这个赶快拉开 第二天呢 他俩又热烈地去讨论 这个事就仿佛没有发生了 熊先生那个 见过我祖父母以后 当时熊先生对佛法不太认可 所以我祖父说佛法的知识还是少 就建议他去学习 去哪呢 去南京支那内学院 欧阳敬吾先生那去学 学为师学 啊 当时我祖父还推荐了王文阳 朱千枝啊等等 但只有后来只有王文阳在那呆住了 一生追随这个欧阳敬吾先生 熊先生后来三年之后 我祖父呢 因为他在北大教为师 教不下去了 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 想请欧阳敬吾的大弟子啊 来北大教书 欧阳敬吾先生不放 后来一想这个熊先生 也学三年了 就让熊先生来吧 而且熊先生跟蔡先生也认的 所以我祖父跟蔡先生一推荐 蔡先生就说你认可 那就让他来吧 结果熊先生到北大 就讲了嘛 心为师学 自创一路 就跟那个欧阳 敬吾先生啊 就背道而驰了 后来他们那个 欧阳敬吾学生的弟子 吕征啊 还有一些弟子啊 就跟这个熊师利先生打比仗 这个就是 因为熊先生写的叫 破就是心为师论 然后他那边叫破心为师论 熊先生呢 破破心为师论 然后那边是再破 然后再破破 他们就在那破来破去 在那打比仗 这是当时文坛的一个 一则趣话 啊 啊 而且 呃 熊先生性格跟我祖父 大家也听到非常的 差异非常的大 啊 而且呢 他呢 饮食习惯跟我祖父也很有差异 呃 这个叫大友庄的一个一个地方 在中央党校边上啊 二七年二八年啊 啊 我祖父啊 和熊先生带着学生 同住共学在那里啊 啊 不带家眷啊 啊 啊 当时还有一个外国人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中间啊 中间右手的这一个外国人 叫魏西勤啊 魏中魏西勤啊 也在 当时有两个人是独立饮食的 叫单独厨房给做饭的 一个是魏西勤 一个是熊先生啊 呃 洋人就好理解啊 因为他饮食习惯跟咱不一样 熊先生为什么呢 熊先生要吃肉 啊 而且每天不能少于半斤 而且呢 有一天呢熊先生觉得肉少 就把那个负责采购的山东人 薄鹏山叫来了啊 小伯 我觉得如果这个肉不够啊 那个薄鹏山就说 我看着撑的 足足的半斤 熊先生好来也没说了 过一队熊先生还是觉得肉少 又把薄鹏山叫来 小伯怎么回事 肉还是少 熊先生我看着撑的 足足的高高的 八粮 熊先生从此再也不问 旧时啊半斤就是八粮 十六两乘 熊先生这个人啊是不识数 他觉得八粮比半斤多 所以他才从此不问 熊先生这个人兜里不揣钱的 钱的大小他不知道 由于这个和我祖父的缘故吧 我的父亲认了这个熊先生做了干爹 做干爹 后来我父亲讲了一个故事 要不是打我父亲嘴里讲出来 我是真是不相信 就四几年我父亲去看望熊先生 我爸那只在清华学习生物 他说赔宽吃什么有营养 我爸说这个 中国人应该喝牛奶 像西洋那样更强壮 要吃有维生素C 红红辣椒有维生素C 过一段我父亲又去看他 他就让太太拿牛奶给下面条 也准备了一盘红辣椒 所以看到这个 他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 而且就是 我祖父的学生和熊先生的学生 都是互尊称对方为老师 熊先生的学生呢 尊我祖父呢 术师 就是 我爷爷的学生呢 尊称熊先生 历师 都是这样 这个后面几个学生都是我 有好几个都是他们共同的学生 啊 而且呢就是 他们性格迥异 饮食习惯差异 包括学术观点也 也差异 差异非常之巨大 不影响他们成为终身的好朋友 而且呢 我祖父24年准备离开北大 就跟熊先生说 这个他准备离开北大 想去自己办学 熊先生立刻就说 那咱们一块走 也同时辞去了北大的将席 后来 就是抗战争期间 我祖父在重庆北辈 办了一所缅人书院 熊先生是这个书院的唯一的讲师 因为我祖父当时奔走这个国共啊 还有这个抗日的事宜 没有教学生 就熊先生一个人在那 教书 而且呢熊先生 我祖父还说 这个当时熊先生当时 那里也在北大教书 但是北大呢因为 搞成了西南联大 跑到了云南 云南熊先生也没去 但是工资还照发 所以呢在免人书院 熊先生当当这个唯一的讲师 是没有工资的 是北大给发工资 学生也不用交学费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 我非常喜欢这个人 这里都是我祖父 还有熊师利先生的学生 当时他们一块 24年25年去山东 去这个合泽去办那个 重华书院的时候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青年 各个气象 又给我各自的气象 所以我祖父在后来 回忆 纪念熊先生的时候说 居处没有转移 仙上与我等 均相从不离 看见没有 后面又写到 由于仙上与我彼此性格不同 随同一倾心 东方古人之学 而在智学 谈学上却难弃何无间 仙上著作胜负 每出一书 我必仙者见 我读之 就是熊先生 每出一书 第一个给的人 就是梁淑明 但是我祖父 对他指示先贤 一些行为也不太认可 后来他也写到 因为他写了本 读熊著各书后 有个读后感 读在书后一文中 分别地或至其成福地尊敬 又或止在之 又感慨其荒唐 要皆忠于学术也 学术天下之功器 忠于先生 就是熊先生的观点不同 但是他也要 出于学术功器的观 天下功器的观点 他还是要说明白 在 他们的友谊言细终身 这是一张 唯一的 所谓新儒家三圣的合影 他们 马依福先生 和熊师利 梁淑明在杭州临隐寺 这张照片 左二 是马依福先生 左三 就是熊师利先生 左四 就是我的祖父 梁淑明 蔡云飞先生 把他请到北大 当时说了 你可以在这儿学习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所以我祖父对北大 他这七年的生活 一句总结 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这是他在北大教的一些课程 儒家哲学 印度哲学 刚才我说到 当时 1916年 他看到 去湖南 看到 兵货 横行 他要回来组织国民习兵会 写下了 《物曹不输入生》 《昌生河》 这么一篇文章 他自费 游印了 很多小册子 在社会上发 他去北大教书的时候 也把他放在教员休息室 他其中有一个段落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强调的是一种责任担当 啊 这也是受他的父亲的很影响得来的 真是 当时放在这个教员休息室啊 引来两个人的注意啊 一个是就是这位先生 姑鸿鸣啊 是北大出名的旧派的代表人物啊 戴着一个瓜皮帽 穿着一个枣红色的马褂 留个小辫啊 啊 这个 这个下巴几根啊 黄瓜垃圾的胡子啊 处着个拐杖 摇头晃脑啊 在北大是非常 是个义人 奇异的义人啊 他又号称东西南美人啊 因为他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他在英国和德国都先后留学 他汇七八国文字 拿了国外十三所大学的博士啊 他是中国第一个 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 他第一个把四书五经的三部著作翻译成英文 介绍到国外 他又婚在东洋啊 娶了日本的太太啊 是在北洋啊 北洋是什么 他给张之仲当幕僚当翻译啊 他在北洋当当幕僚的时候 正好那个 伊藤伯文来了 伊藤伯文 那个他就把刚翻译好的论语啊 赠送给这个伊藤 伊藤伯文 伊藤伯文就 就 就 讥讽他啊 啊 这个 孔子知道这个 2000年的道理放在当下还能有用吗 啊 啊 他立刻就予以回击啊 说孔子知道就像那个 那 惩罚口诀啊 啊 三三得九 永远是三三得九 现在照样有用啊 啊 他用这个话就把 伊藤伯文的话就顶了回去 而且呢 当时 他在 由于他 因为用英文翻译 用英文演讲 啊 他呢 在国外的影响很大啊 所以当时西洋人都有这么一句话 不看三大殿 来北京啊 不看三大殿 也要见孤虎明 啊 英国著名的作家叫毛姆 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来中国啊 就想见 当时他这个也有英国朋友嘛 那我写信叫他来就是了 因为这个 这个 这等于 忽来换去的感觉 孤虎明根本不买账 啊 根本没理他 这个毛姆后来也耐不住了 性子就是 就问了地址 就登本拜访啊 啊 然后那个 孤虎明就 一通数了毛姆 他说你以为我是那买半的 啊 就是你们呼来换去 你想叫想叫我来就来呢 给毛姆一通数了啊 啊 孤虎明呢 而且他呢 他有很多歪理 但是呢 他又能自圆其说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那个茶壶的这个理论啊 他是推崇纳切啊 他说一个茶壶要四个茶杯啊 这个男人就是茶壶 女人就是茶杯啊 啊 就需要配四个茶杯啊 他说从来没有说 那个四个茶壶配一个杯子啊 啊 然后呢 有一个外国女人 听闻这事就不高兴啊 说我们也男女平等 我们也可以找四个男人啊 然后孤虎明就问他 你们家是什么车啊 是黄包车还是汽车 我们家 那个外国女人说 我们家是汽车 啊 四个轱辣吧 四个轱辣 有几个大气筒 啊 只有一个 哈哈 但虽然歪理 但是他呢 他总能自圆其说啊 啊 让后来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 误曹不出这个小册子 放在教员休息室 郭文明先生看到啊 啊 拿起来仔细阅读 我祖父回忆啊 当时他也在这看 在在教学教员休息 休息啊 看过以后啊 啊 郭文明先生啊 留下一句话啊 有心人哉啊 啊 扬长而去啊 另一个引起 这个小册引起谁的注意呢 就是这位先生 胡适 胡适之啊 胡适的这个 刘洋啊 在北大已经是教授了 我祖父只是讲师啊 名气没有胡适大啊 但是胡适呢 也看了这个小册子 在日记写下来啊 梁先生这个人啊 将来是要革命的 啊 留下了这篇句话 新化运动 因为我祖父去的时候 新化运动已经在北京啊 风起云涌 啊 当然首推陈都秀先生的这个 新青年杂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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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祖父早年跟 陈都秀先生相识呢 是在北大之前啊 是在一次这个李大钊宴请陈都秀啊 参加的一次活动 陈都秀当时啊 从上海北来为他的亚东图书馆筹款啊 然后他就宴请陈都秀先生 同时李大钊先生请我祖父作陪 我祖父呃 呃 与李大钊先生相识比较早啊 啊 因为他的呃 呃 我祖父的中学同学郭晓峰啊 呃 呃 张深甫都跟李大钊先生是老乡啊 所以他跟陈都秀相识 早于北大啊 然后陈都秀先生呢 来北大也是啊 啊 蔡先生不居一格匠人才 而且呢 是三顾茅庐啊 其中有一次呢 呢 赛先生真是在呃 呃 他的那个旅馆的过道里等着陈先生 午睡起来啊 哎 在那儿静等 三顾茅庐的方式 让陈先生写新青年北来啊 啊 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啊 陈先生在北大新华运动啊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成为新华运动的极先锋 我祖父这么评价啊 啊 陈先生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 是新华运动的极先锋 是一个能够打开局面的人 很有力量的人啊 啊 陈都秀头脑明晰 比风锐利 批判旧派观点 如摧枯拉朽 陈先生 知精辟汉连汉 每发一论辟一千人 实在只有他才能掀得起 思想界的大波澜 所以对陈先生 新华运动呢 是非常肯定的啊 这张照片是冯又兰先生的毕业照 1918年哲学门啊 毕业的照片啊 这张照片还有个小故事啊 当时这个照片照完了以后 他们的班长啊 去拿去给这个陈都秀先生看 陈都秀先生看 这张照片挺好啊 只可是梁先生的脚啊 伸的长了一点啊 啊 然后 这个班长说 那来那哪里是梁先生的脚 是你的脚伸到梁先生前面去了 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右排的第二人是我的祖父 第三人就是 呃 陈先生 啊 第四人就是 蔡元培校长 啊 这张照片有这么一个趣闻啊 呃 就是可见他的行为上 也是比较狂放 比较 比较外向 我祖父是比较内敛的啊 形化运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当然就是 陈都秀 呃 胡适之先生 但是胡适之的 在 在形化运动的其他的 理论上 我的祖父对他评价不高 啊 但是对他的白话文运动 是非常于肯定的啊 啊 他就说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 是当时新华运动的主干 然 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 新华运动的灵魂 所以可见啊 啊 在新华运动之中 随说有新旧两派之争 但是实际上旧派 呃 那些观点 不堪一击 已经被陈都秀 胡适他还等人啊 前前总统的人啊 给打的就是 招架 没有招架 那 难以招架 啊 但是呢 就在这儿就出现了一个人 就是梁树明 梁树明呢 既 认可 新派的民主科学 法治的观点 但又不认可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扬弃的态度 也不认可 这种旧派 拿那些老古董 来 对中国新社会发展 啊 予以 予以这种 肯定的这种态度 所以难免呢 就发生一些 啊 这个论战啊 但是呢 对待论战 我祖父是什么样的态度啊 我们是不同的 的确根本不同 我知道 我有我的精神 你们有你们的价值 凡成为一派思想的 均求 均有其 特出面目 特出精神 却是个人抱 各自那一点去发挥 其对社会的尽力 在最后的成功上 还是相成的 正是相须的 我并不要打倒陈独秀 胡适之 而后我才得以成功 更 近而言 不管他们 不管他同不同 天下自己都会 去找对的路 只怕不求 求则得知 不对也好 总会对的 你看 他又说 我不认为 我反对他们的运动 我不觉得 我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是我的敌人 我是没有敌人的 啊 在这个时候 天下肯干的人 都是好朋友 我们都是一伙子 啊 合而不同 而且其实每个人 对问题的看 问题的角度 是不一样 啊 我看到这个 这个电脑的这面 相反反便 我是看不到 啊 我们看问题 可能就像盲人摸下 每个人都从各自 看到那一点 但我们把它贡献出来 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 大象 所以我们要彼此包容 彼此的观点 啊 而不能像现在啊 呃 崔永元跟方方周子 为这个转基因问题啊 破口大骂 有失君子风度 有失君子风度 啊 他们真应该学学前辈学者的这种 合而不同的态度 新华运动 虽然 蔡先生 没有 深入其中 但是 我祖父对蔡先生的评价是相当高 啊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 不再学问 不再是功 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 酿成一个潮流 影响到全国 收果于后世 类似的评价 他也给了良任公啊 啊 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 而是运会来临时 许多人都参与其间 然而 数起来 其必要是以 蔡先生拘手 啊 所有 陈 胡 以及各位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工作 蔡先生 皆未必能做 然而 他们诸位 若没有蔡先生 既不能聚拢在北大 更不能 更不 有机会发书 聚拢起来 而且使其各得发书 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总之 我所了解 蔡先生 其伟大之面 之 其伟大在于一面有荣 一面率真 他之有荣 是率真的有荣 他之率真 是有荣的率真 更近一层说 坦率真诚 修修有荣 疑惑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吧 我祖父对蔡先生评价之高 后来有一位现代学者 我认为梁鼠民过分的吹捧了蔡先生 说其不过就是现代大学校长应该做的 但我试问一百年来又有谁做到了呢 这个很重要 谁做到 他又说 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 中国文化等等 恣意颇感 性位 不存成见 这就是一种气度 这种气度完全是他赋予哲学兴趣 相应俱来的 换而言之 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 或有独断固执脾脾气的人 便不会如此了 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 老实说 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 有时一同属必要吧 他就是说 执政 执政的人也应该有这种胸怀 有这种包容不同意见 不同的观点 他在北大七年 得到了北大培养 交出了一个答卷 就是他的成名之作 东西文化极其哲学 但这本书是怎么出来的呢 梁树明是这么说的 朱金或不相信 东西文化极其哲学 这本书是逼出来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 新派把旧派打得鸡脚高丸 无还手之力 但是呢 他们又不客观地对待 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态度 迫使我祖父进行思考 他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 西洋文化是人与人的 中国文化 对不起 西洋文化是人对物的 中国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的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印度文化是强调人对自身的 由于时间的元素 我不过多地讲解这个相关的内容 这本书 图书馆肯定有 大家可以有机会借来看 这本书当时 易经发表 立刻引起了很大的瞩目 蒋白礼在给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 赞道 此一耳镇骨朔金之著作 熊施利也说 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 在反恐学 反对恐学 反对中国古老文化 那么厉害的气氛中 连先生提出来 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复兴这化 是很有胆识的 后来陈来教授研究 直到三十年 西方西洋人 一直以为梁氏为中国唯一哲学家 这是源于什么 梁树明他的文化观点 是具有自己独创性的 有跟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张申甫这些 简单的拿来欧美的这种思想是不同的 是有自己的创建 这是他的一个独到之处 这本书呢也让他造成了很大的社会的影响力 揭示了一些政要 像李基深啊 承明书啊 你看这当时那只民国那只朋友圈他都是送照片 提个字 留念 把自己的照片 这都当时的 还有这个冯玉祥将军 冯玉祥将军 专门请我祖父还有一些明家 给他当时在南园练兵的五个旅讲课 亲自陪同 营上的官主必须参加 冯玉祥先生 每回都在第一排就座 其中就有后来的山东省主席 韩福聚先生 韩福聚先生 就是在那里 对梁树明的这种学术观点思想有所了解 后来达成他们的合作 我祖父在山东做这个乡村建设 做乡村实验 跟这个韩福先生给了很大的支持 我特别想分享我祖父在东西文化积极哲学的 不一段话 每每读起我都是热血澎湃 我下面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凡是人都是会自己去走对的路的 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这就是说 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力去压别的意思 推行自己的意见 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 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 尽管可以陈述 但不应该强重从我 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的路 如果真要靠我一个人去纠正大家 即是以足表明此事之无甚希望 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 人在直觉上都会自然会找到对上去 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 结果终究是要对的 用情强力干涉固然错误 忧愁这世界 愈弄愈坏也是错误 我信任都是好的 没有坏的 最好是认挺大家自己去走 自然走对 因此我全无悲观 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 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 同我吉布杜这话都任凭去说 说了有好处的 因为经过了这一步 便可以顺次去走下一步 人都是要求真求善求真的 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 这话看似平常实甚重要 这句话每每读下来都是热血澎湃 这句话快一百年了 放在当下还有他深刻的意义 在北大 北大的诗友 第一个我要说张志祥先生 实际在咱们北大的交往不多 张志祥先生在民国和咱们共和国 都是吃得开的人物 非常的有名 他原来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 后来他推荐李大钊先生接替他的 他跟李大钊同志的关系也非常好 私交也非常好 他还请李大钊先生 做他三个子女的家庭教师 李大钊同志被捕的时候 他和我祖父也是 都是积极的去营救他 这个人呢 文笔文采 当时我祖父没见到他的时候 读了他的文章就非常的欣赏 仰慕 也给他投过稿 当时《救援决议论》就是投给这个张志祥先生 但是张志祥还没来得看 就被他的好友蒋维乔先生 一个佛学家看到了 抢先给拿的东方杂志发表的 然后这个 但是可是一走近这个张志祥先生 我祖父就直摇头 因为这个人多财多欲 私生活行为不减 我祖父不太认可这样的人 觉得很可惜 他跟毛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因为在 可能是18 19年 这个他拿着他老师杨昌记的信 跟蔡和森去找到张志祥 张志祥 就是为那个留法学生募款 张志祥很痛快的给了两万大洋 两万大洋什么概念啊 两千大洋北京豪宅 当时三进深的那个大宅子 就能买一栋 现在那样一个宅子 两亿人民币 你就想想吧 就那样一个大宅子 就能买十个那样的大宅子 给了他 所以毛很非常感恩 就是建国之后 也对他加以关照 所以在文革那种恶劣的环境 批四旧的情况下 张志祥先生还发表了他的著作 柳文指要 这个没有毛的亲云 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呢他因为跟国民党关系也很好 毛又给他为以重任 促使这个国共和谈 想这个派专机送他去香港 当时他身体也不好 还带着医生护士 结果他就在那顾去的 就没有完成这个统一大业 这是他张志祥先生的照片 后来毛也是在 张志祥困难的时期 每年 过年的时候 都派秘书 给拿去两千块钱人民币 给了十年 张志祥先生 推荐李大钊先生 当图书馆管理馆的主任 同时出任经济学的教授 我祖父 刚才我已经说了 他们相识早于北大 在北大的同事之前 由于大家都有中间的一个好友 他们引着他们的相识 我祖父在北大的七年 他曾经给 后来给胡适写信 我在北大七八年间 独于首长好 大家注意这个字 独于首长好 首长是李大钊先生的字 怎么个好法 我就跟你讲 就是我祖父讲 就是说他每去去北大 都要到这个李大钊的办公室 待个二十分钟 李大钊忙 就不聊天 就随手取悦一些书刊杂志 也不打招呼 拿了就走 然后再还回来 还有呢 他们经常一次 经常一块去出游 跟好友 这个后来 跟好友去出去玩 而且我祖父呢 就跟 准备告别佛家的生活 准备结婚了 第一个就告诉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先生就说 我结婚 那可早 他就讲出来 李大钊先生是什么 是姨父子 他就是生下来就没见过 没见过爹娘 是爷爷奶奶在大 他八岁的时候 他的爷爷就给他娶了同样席 但是呢 虽然是同样席 但是跟大钊先生的关系 感情非常好 这个叫赵仁兰 赵女士 还支持李大钊先生去日本留学 我祖父对李大钊评价呢 是表面上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但实际上骨子里头很激烈 所以他后来 但是呢 李大钊先生大家都知道 南陈北里 共产党的串始人和最重要的 南边是 南来的这个是陈独秀 北边就是李大钊 而且北京那个 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头人 他李大钊 张申甫 张国焘 所以呢 他说呢 我们后来他专门写到 他说我呢 敢称好友 不敢称智友 你看他专门说到 今天回首思索起来 奇妙的是 首长他们各位朋友 就是像李大钊啊 张申甫啊 俞树德啊 中共的早期串始人啊 都跟他很熟啊 全部曾介绍我入党啊 一连半点的意思 意象也不见啊 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 首长为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的领袖 中卫党军区 而我则根本不在党啊 呃 呃 呃 那么尽管 友好相熟 究不便 冒昧自居 交易深志之列 此此点应当自己 坦白的啊 他要坦白 他说我这个是好友 不是挚友 啊 这是他们去北平中央公园 现在中山公园啊 啊 他们和一张合影啊 最右手是张申甫先生啊 是 我祖父的中学同学 他也是中共的串始人 是 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啊 啊 作者就是啊 那个白衣作者就是我的祖父梁树明啊 前排那个 战利者就是李大钊先生啊 后面靠树做的那个 而战的那叫雷国能 也是我祖父的中学同学 后来李大钊先生啊 二十七年 呃 被张作林啊 啊 抓捕以后 我祖父立刻就联络张士钊先生 欲营救啊 跟士钊先生说 能不能先把 当时把家眷也抓了 说能不能把家眷保出来 如果孩子跟女人是无辜的啊 啊 这个张士钊当时呢 跟那个张大帅的参谋长杨玉婷相熟啊 说他能保守长不死 但实际上也是也没有啊 啊 得以成刑吧 就是还是被被这个张作林啊 给杀害了 而且李大钊先生提出来啊 不不要枪枪啊 要求可以接受较刑啊 啊 所以当时还专门 呃 买了一套进口的角具啊 啊 是意大利的 这个角具 现在脚架是在原来的 叫中国历史革命历史博物馆啊 现在叫国家博物馆啊 现在放在 当时 他们李大钊先生牺牲以后啊 他们一共二十多人啊 统统都放在这个北京的那个 长春街那边有个长春寺啊 放在那庙里头 当时我祖父闻到闻讯以后啊 先去了李家啊 看望这个赵夫人 当时我祖父回忆啊 看到赵夫人啊 卧床不起痛哭流涕啊 他的长子啊 大概十七八岁 后来这个叫李宝华 当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河北省委书记啊 呆立一旁啊 一言不发 我祖父看这情况 安慰几句 留下石阳 就去了这个长春寺啊 这个他是第一个到达的 那个警察 警察当时负责看守的警察 啊终于来人了 就交给你了 啊 就这样我祖父走进寺内 一看那个棺材 菲薄不堪 立刻就打电话给张家啊 当时是张的夫人 吴若南女士接的电话啊 啊 我的祖父祖父他 一告知他的先生啊 大家赶快给守长集资 买买买新的棺材 另外让吴若南女士 因为他是女女士嘛 让他去这个李家 去安慰安抚一下 赵夫人啊 呃 后来这个又过了十几年啊 这个赵夫人又找到北大的 江文林校长啊 呃 著名的石教授 发起募捐啊 给李大钊募集了足够的资金 在北京第一家那个民办公墓 万安公墓 构置了墓地 现在李大钊放置的那墓地啊 是当时北大的这些好友 还有他的那些国民党一些好友 比如戴基涛啊 陈公伯啊 这些人给大家出资 共同购买的 我祖父当时也掏了五十大羊啊 当时现在的那个都有记录啊 北大呢 对李大钊去世呢 呃也是非常的关照啊 在现在都能查到啊 自李大钊先生去世起 这个蒋校长批每个月 给这个赵夫人五十羊 五十大羊 一直给到赵夫人去世 很很大的关照 五十的羊是 当时是足够他养家糊口的 因为毛当时在北大工作 一个临时工的月薪是八个大羊啊 八个大羊我祖父说能买八百个鸡蛋啊 啊 就是大家要知道是土鸡蛋啊 不是现在的啊 就是八百个鸡蛋 还有一个也是中共的 也是中共的他创始人张生虎 张生虎 呃 他跟我祖父是中学同学 同校不同班啊 他呢 我祖父教北大的时候 他在北大学习 但我祖父呢 是教的是哲学 他学的是数学 啊 呃 而且呢 他当时快毕业的时候 那这已经快毕业了 因为我祖父 呃 他是一中学毕业就上北大育科 然后上北大 我祖父呢 是当新闻记者 又当司法部部长秘书啊 然后又来 又来北大教书 他他 那这来北大的时候 张先生快念完书了 准备出国 出国呢 他一想啊 你跟蔡先生熟 能不能跟蔡先生写个 呃 替我申请一下 呃 这是他在国外读书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啊 你看他最左侧是张生甫先生 紧挨着那位女性 右手的这个是刘青阳啊 就是他和刘青阳介绍的 又就是从右手第三人周文来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他们共同介绍啊 呃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 这是我画的啊 啊 张生甫和刘青阳介绍了周文来加入共产党 他张生甫又和周文来介绍了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文来跟朱德又介绍了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 就这么一层的关系 啊 这张照片很珍贵 大家可以看啊 最最左最左下方的这个是张生甫先生 啊 右侧的最右侧的是朱德 朱德跟孙炳文先生也是好友啊 紧紧紧挨着来着孙炳文啊 啊 坐前排坐的这个女性啊 是朱德的以前的夫人 也就是她后来大女儿朱敏的母亲 叫贺志华啊 啊 这个贺志华后来有一段故事 他跟呃 朱德分开以后 也嫁给又改嫁了另外一个共产党人叫霍嘉欣啊 啊 罗易农的秘书 啊 后来他跟霍嘉欣向那个上海租界的寻谱房 出卖罗易农和中共的机密换取到国外生活啊 啊 这个罗易农被被寻谱抓获啊 啊 邓小平还回忆 就是他刚刚离开罗易农大概一会儿的功夫就被 这罗易农就被抓了 就是邓小平同志也是差一点啊 就差一点就改写中国的历史 中国革命的历史啊 当时邓小平同志也差点被抓啊 后来 中文来下令中共特科啊 啊 那个陈庚他们暗杀这个霍嘉欣和贺志华 霍嘉欣当场击毙 贺志华子弹穿过头颅 眼部穿过头颅 呃 瞎掉一只眼 但是没有死 从此不知所踪 他在北大呢 呃 一是学习 也是教 也是教书 也是学习 所以呢 他跟学生的关系啊 这是他出版东方 嗯 东西方文化积极哲学的时候 发发表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第一版的啊 他特别著名啊 这是我同我三个鼎好的朋友 叶琳 朱千枝 黄庆 黄更雍的照相 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 却四人 年 皆在二十几岁差不多 差不多 许多 我们相遇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 只是朋友 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 四人性格 思想见解 亦不相同 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样子 所以议论美多不合 然总觉得是相对 是第一乐视 还是和而不同 啊 大家可以看到 嗯 呃 大家朱千枝叶琳 都是很很有名的 这个大家 呃 呃 终身追随我的祖父啊 后来成为我的姑父 二姑父 我大爷二女儿的女婿啊 呃 朱千枝呢 还跟毛有一段交集啊 毛后来在四星半季啊 说到 我常和一个北大名叫朱千枝的学生啊 谈论无分主主意 和他在中国的可能性 因为在北大他唯一能跟他聊得来的啊 能记得的就是这个 王文阳当时在北大的旁听生 他也推荐去那哪儿学习啊 啊 冯友兰顾介刚啊 啊都 朱子清 都先后失踪过啊 啊 梁树民 这个由于时间的缘故啊 啊 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个 呃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他跟毛泽东的一面之缘 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啊 呃 这是刚才我讲到了湖南梁家和 广西梁家啊 这就是湖南梁家的 呃 长兄叫梁焕奎啊 他 在湖南 这是他当时 来北京跟我的 祖父和我祖父的哥哥 他合影啊 呃 跟毛 就是间接产生关系 就是源于这个人 杨昌记啊 杨昌记啊 杨昌记是 追随这个 梁焕奎 到日本留学 梁焕奎是作为奸学啊 就像领队这样啊 带领他们 还有谁啊 陈天华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景时钟 猛虹一头的作者啊 都一同去 日本留学啊 当时 那个杨昌记 是 也是张世昭推荐 到北京大学哲学系 任伦理学教授 住在北京这个 这个 鼓楼后面的豆腐吃胡同 十五号 呃 梁焕奎 当时比 躲避战乱 来北京 就住在我们家 住在我们家呢 经常就跟 这个 杨昌记 来 有来往啊 一个是带着我 我 我祖父去看望 杨昌记 杨昌记也来看 来梁家看望 经常来往 所以 引起了1918年 十月份 在杨家借住的 毛泽东 蔡和森的注意 尤其是毛泽东 后来 见到1938年 见到我祖父问的第一个问题 梁先生你究竟是湖南人 还是广西人 就源于此 因为梁焕奎是湖南人 湖南湘探人 而梁树明又自称是广西桂林人 他说你们怎么是大兄弟 你们怎么是兄弟 所以有此疑问 大家可以看 这是这么一个关系图 梁家在河南汝阳分成两支 所以在北京 他们有见面 但没有交谈 所以印象深刻 也是源于梁家和梁家的关系 38年 我祖父一月份 第一次访问延安 跟毛见面 刚才首先谈了这个问题 同时呢 他跟毛谈了几天几夜 毛跟他阐明了他论 还没有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观点 还有是谈论就是未来中国的建设 这也被他们俩后来的争执埋下了伏笔 毛是认为强调阶级的对立 人的对立 认为一有阶级斗争 梁呢 是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斗争 也阶级分层 认为中国呢 是朝为天舍郎 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都当自强 是上下流转相通的社会 这是当时他来延安的时候 毛给这个艾斯奇写了一个条 建议他去跟那个梁树明聊一聊 46年二访延安 当时他跟中共所有的在延安的首脑们 领袖们一一谈话 最后毛泽东请他给大家做一个讲话 朱德 周恩来等等那些大人物都在 我祖父当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一句话 不要在人格上轻易怀疑别人 怀疑人家 不要在实践上过于相信自己 这句话很重要 其实是提醒 就是作为领导 作为你们是应该有这种态度对待 对待别人 所以时间的缘故我不过多讲 我再讲两个 因为我祖父 他时代比较遥远 他在现实生活中 两个小故事 这是1986年 我的祖父过生日 他久久重阳节生日的合影 在右侧的那个红衣少年就是我 这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按现在讲话还是小鲜肉 我那这在北大 突然迷上了这个disco 86年那种西方音乐很吸引我 还花了十块钱 当时是不斑的代价 还抱了一个disco班 去找那个专业的教练去学习 学呢 就是为了在那个舞会上 要独领风骚 要秀一把 所以呢 要在学完了 要在家里练习 你知道吗 在家里就练 有一天呢 在下午在客厅里练的时候 我祖父就夺步而来 我就拦下他 我就问 爷爷你看过我跳的 你喜欢吗 当时有点挑战他的意味 你知道吗 当时他已经是93岁的老人 你想想 他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扶着眼镜 戴着瓜皮帽 扶着眼镜 玩耳一笑 你喜欢就好 转身便走 这深深的影响我 他的对年轻人的包容和宽容 因为他可能觉得不喜欢 但是他不觉得没有必要去干系 年轻人的这些举动 就最后给大家分享他给我的一封信 秦宁来信月夕 甚好古训云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为人要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 抚养无愧 此意亦有你父母给你讲明 我最近给秦东讲 不贪 不贪是根本 一切贪皆从身体来 有心有自觉 既有主宰 为身体之主 自然不贪 余无多主 主父守自 他强调做人要为人堂堂正正 要顶天立地 同时他给我堂哥讲 就是秦宁是我的堂哥 不贪 我堂哥是什么事呢 引起我祖父的讲呢 我堂哥呢 在我祖父家看书 熬夜看书 我祖父起夜的时候看到灯亮 第二天就给他讲了 这个也是贪 不可取的 所以呢不贪 我觉得放在当下 我们对我们的生活 是有很多的指导意义 不光是什么贪官贪钱 还有呢 就是在很多事情你过了 就是贪 在他人生最后 他八年五月份 他最后一次接待记者 是在病榻上 协和医院 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女记者 好像叫远见杂志 她当然来访问 当然台湾记者来得很少 我破例安排他采访 就让他少问几句 这个记者说 我就问一个问题 梁先生 你对台湾青年 还有大陆青年 有什么嘱托 我祖父说 沉吟了一片刻 要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后又说 要看我的中国文化要异 他的一本著作 最后他又说了一句 要顺应世界潮流 谢谢大家